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胡福奇社 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 前几个月龙羽地下城的电影 不知道大家都有没有去看 那是我非常推荐的一部 可以放松心情 而且看完这个心情 也会特别好的一部电影 那龙羽地下城 Dungeons and Dragons 我在1999年到2001年左右的时候 我有在接触这个Round Team 就跑团 所以对这个系列的话 我特别的熟悉 相对的熟悉 那个时候的龙羽地下城 大概是二版到三版的那一段时间 那这个萧头熊 是前一阵电影推出的时候 比较热门的商品 那这个热潮期已经过了 但是既然当时我开了这个坑 我想到的话 今天就把它给填满了 现在给大家分享过 这个魏仪兽 这个Beholder 独眼眼球怪 还有这个黑龙 我当时给大家做了这三款 那今天的话 我们继续把它给 把这个坑给补完了 现在已经过了一个热潮了 那这个二十面骰的话 大家已经再熟悉不过了 这个绝对是一个不公平的二十面骰 因为它里头的配重 绝对是不正确的 那我们就直接的话 给大家示范它的一个变形好了 这一款萧豆熊在当时的评价特别的高 拨开的时候 你看到这个地方 这里有一个凸 跟这里有一个凹 这个地方是特别把它给打开 打开之后的话 就是把整个面都给打开 先把它整个 你能看得到的部分的东西 把它给拨开来 包括上面这个地方 通通都给打开 这里也要给松开 松开之后的话 对这个本体 做一个180度的一个大回血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 再来就是把这个脚掌 也给往前面翻正过来 脚的话呢 可以稍微的往前面推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球关 有时候呢 比较容易去喷掉 各位留意一下 再来的话呢 这款玩具的话呢 有大量大量的双动关节 各位都要特别特别的去 注意到它的双动关节的使用 这个地方整个给推到最后面 它的这一块部件是斜45度角的 这个时候头才会到一个正确的位置 再来的话呢 那就是这个整个胳膊了 这个胳膊的话呢 这个我也不太记得怎么变 反正就是这个双动关节 你把它推到最后面 然后呢 这个部件啊 这里整个旋转180度 再来这块部件的话呢 往外 往外翻 翻出去 为什么呢 我们要做出一个 这个类似于羽毛的刻画呢 通通是朝着外面的一个感觉 这里有一个球形关节啊 我们造型去把它掰动一下啊 这个胳膊就怎么样就完成了 那基本上的变形已经差不多了啊 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一个方法 先把这块部件给推出来 然后呢 这里有个双动关节对不对 双动关节把它整个推出来 然后呢 手掌在这里整个翻转180度 然后呢 这个部件一样的利用双动关节啊 把这个羽毛的造型通通都给翻到前面来 好了 这个萧头熊就已经变形完成了 在电影里头呢 它是德鲁伊化身出来的一个怪兽 在卡普空的这个Dunton's Dragons的游戏里头呢 在第一关 甚至在第一代都有出现啊 是蛮强力的杂鱼啊 还是杂鱼啊 前肢的话呢 是非常有力量的 萧头熊 就是说 它是长着一个类似于猫头鹰的熊啊 所以它身上呢 有这个熊的这个爪子 脚掌 还有这个鸟类的羽毛 可动的话呢 还不错 头的话呢 可以往上面这样看啊 所以你也可以让它有一个类似往前面 扶扶前进爬行那个感觉 那这个手臂的话呢 可动度也是非常的好的 脚的话呢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接地的一个表现 所以这款玩具本身啊 在当时的一个 这个抢手的程度是比较高的 那我们就也稍微对比一下 其他几位成员 其实我还有入红龙啊 还有其他几款啊 未来有空短有时间的话呢 再记得给大家做完好了 那算是我一个 也是我在 做模型完全开箱之前的话呢 跑团可以说是占据了 我大量修行的时间 那这一款 Dundus and Dragons的这个萧头熊 就给各位分享到这边 蛮推荐的啊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